你有没有认真在看我跳舞 这不是姐姐粉吗 你又看得出 神风破浪的姐姐已经播出了两次公演 加上出舞台一共有三个舞台播出了 在这三个舞台中哪些舞台热度高呢 我们来看看官方给出的数据 首先来看离我们最近的二宫 毫无疑问 二宫热度最高的是 王心灵和谭维维合唱的山海 这应该是神风破浪的姐姐三最出圈的舞台了 山海的原唱是草都没有派对 是一首摇滚歌曲力量十足 王心灵的特点是甜心可爱 她之前从未唱过这样的歌曲 而谭维维唱这样的歌曲是 所以这个舞台既有新鲜感又有完成度 不火才怪呢 山海的热度高达77.72 而排名第二的梦中人也只有45.67 薛凯奇和刘恋合唱的梦中人也很强 只可惜遇到了山海 郑秀妍 吴景妍 唐诗益 毛俊杰 张欣懿演唱的OK 竟然排在了第五位 看来郑秀妍已经不是王心灵的对手了 今年会开演唱会吗 今年现在几月了 六月了 应该是来不及该 不知道哦 尽快好不好尽快 希望尽快能够有 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自己的 新的音乐的作品 如火如荼在这种努力中啊 不过现在因为还是在乘风破浪啊 先等我破完浪之后 大家要在那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次的公演 排名第一的是赵梦 薛凯奇 郭彩杰 张天爱演唱的自己 如果说梦中人在二宫排名第二是因为和山海成为对手 所以薛凯奇沾了王心灵的光 可是薛凯奇在第一宫的时候是第一名 而王心灵 吴莫愁 吴景妍 黄晓磊合唱的谈笑一声 仅仅排名第四 说明薛凯奇不用沾王心灵的光 热度也很高 她是大黑马 郑秀妍 阿雅 毛俊杰 蔡卓妍合唱的药泥馆 也仅仅排在了第三而已 难道郑秀妍只是虚火 赛前郑秀妍可是网传的冠军大热门啊 纳英和宁静虽然是前两季的冠军 但他们的舞台的热度都不是很高 纳英前两次公演的舞台热度 一个是第七 一个是第八 宁静前两次公演的舞台热度 一个是第六 一个是第五 我们最后来看出舞台 排名第一的是王心灵的爱你 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 节目组和王心灵相互成就 王心灵让浪姐三出圈 浪姐三让王心灵爆红 郑秀妍演唱的石落沙舟排名第二 也就是说这三个舞台 王心灵的成绩是第一 第四 第一 而郑秀妍的成绩是第二 第三 第五 薛凯奇初舞台没有进前十 但是一宫和二宫分别是第一和第二 她才是王心灵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刚刚录制完毕的四宫现场 据参与录制的网友说 现场人气最高的是郑秀妍 可以称之为断层第一 人气第二的是自浪姐开播以来 就最受关注的王心灵 再往下是阿娇阿萨 余文文等姐姐 郑秀妍人气第一 从各方面来说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 一个外国女星参加内地的综艺 为何会有那么多的粉丝应援支持呢 其余29个姐姐难道不值得大家喜欢吗 为什么要为一个外国人站台呢 但大家可能不了解 郑秀妍曾经是亚洲天团少女时代的一员 女团粉的线上线下应援实力都是很强的 一般女明星很难相比 而郑秀妍活动高峰时期 在内地也有众多的粉丝 这一次参加浪姐三 是退团八年以来首次正式的舞台 对女团粉来说 舞台尤为重要 所以能够到现场一睹郑秀妍的舞台魅力 是粉丝们非常渴望的事情 这也就是郑秀妍为什么现场人气最高的原因 粉丝线下应援能力强 王兴玲虽然国民度比郑秀妍高 但是能去现场支持的 却没有郑秀妍的粉丝多 能参与现场录制的粉丝 不仅要有时间 还要有充足的预算 现场票除了节目组分配 剩下的就只能去和黄牛买了 黄牛的票价普遍偏高 一般是在三千元上下 不仅是因为票价 也要算上去长沙的住宿和交通费 因为很多的粉丝并不是长沙本地的 这个成本也是不低的 也要小两千了 如此算下来 一个粉丝去现场支持郑秀妍 平均花费在五千元左右 而对于王兴玲的粉丝而言 王兴玲未来开演唱会的几率很大 有这笔钱还不如省下来 去看王兴玲的演唱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宫现场 人气国民度极高的王兴玲 不如郑秀妍的原因了 浪姐三二宫 郑秀妍当了队长 在选取和排舞方面 她的确是很专业 还热心的纠正武警言的英语发音 很努力的帮助自己的小组 能够呈现出最完美的发挥 个人能力非常的值得肯定 今天终于多众 出现在终于童于 各别人的运动